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简单来介绍我们的胐教授 它是国际台湾大学书籍学士 美国伊利诺大学乡兵力校计算机科学博士 他曾经经历过行政院科技汇报 兼任营救员 中华数位文化创立花展学会理事长 国立商大学出版中心的主任图书馆官场 台湾人工智慧协会理事长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顾问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出资议委员 中臣处资讯学员们招提人 人格国国际资讯处理联盟工作小组创办人机第一任主席 国立体能大国际大学科技学院的进展 纽约春大学实习分校计算机科学系 助理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 化国资讯局自动化研究院科处研究院 化国巴黎大学资讯系科特教授 化国资讯系科特教授 意大利米兰大学地上级科学系天任教授 日本新世代电脑中心第二次实验室 科作研究院 化国国教科学院CMRS执行所科作研究院 现任国立台湾大学执行工程学系 及科学所特聘教授 数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特业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真实研究所研究院 台湾数位人文协会与世代 他的专堂是自动研论 城市或研究 数位族书馆业 数位填长 数位人文等理议 台湾的荣医师有张教授 著作子生 编著11本书 入民200篇 文章中处综艺文外 辩方译成日 韩 二 化 等文字 主导建国大型历史 执行库 21种 与数十种 数位人文工 并两度融合国际 国科会 结束研究研究总项 加图大学教授与国理产学合作研究 发执绩计较作者 中华民国族书馆协会特殊共议 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与国库 迭出校令服务长成为 所以各位增加很有能力的清仓 展示数位最新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科学的东西 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相加者 黃博士 王教授 各位先進 我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很少有機會在一般的場合演講 我大概都是比較在學校裡 專業場合做報告 所以今天實在是很榮幸 也是非常謝謝洪峻晦基金會 黃博士找我來 也非常感謝各位來參加 我其實是要趁這個機會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這裡演員做的一些工作 也是請各位指教 我自己是學資訊科學的 所以來這邊講歷史 其實是有點奇怪了 因為這個時代不是我的領域 不過我覺得我們這時代 是不太一樣的一個時代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 因為我想各位都會用手機 都會用LINE 所以我們知道現在其實 在我們這個數位的時代裡面 其實很多事情都變得不一樣了 我們的互動方法 我們接受資訊 傳播資訊的方法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也是報告一下 就是在這個數位時代 對於歷史研究的發生一些變化 為什麼在這個資訊時代 歷史研究會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我們說歷史其實就是歷史 什麼樣帶什麼樣不一樣 最大的不同在於說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所謂的大數據的時代 就是東西變多了 我想這個大數據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都聽過 所以我們大家看一下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看Wikipedia的話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就是說 所謂的大數據就是 你的資料量規模大到 無法透過人工來處理的 就叫大數據 所以意思是說 就是在 可是它雖然大 可是你還要能夠在合理的時間 能夠去處理它 這種叫做大數據 那根據維基百科呢 到2012年為止 在技術上你可以在所謂的合理時間 就是不是要花什麼一年啊五年啊這樣子 合理時間之內 我們可以處理的量叫做 叫做一個愛衛員 那這一個愛衛員是多大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是很多很多個零 這個已經是算不清楚的那個零 那這個到底是多大 所謂的愛衛員到底是多大 假設說我們現在看 嗜庫全書 那嗜庫全書加起來大概八億字 那八億字的話呢 你如果打成全文 我們把嗜庫 各位知道 現在已經有嗜庫全書的資料過 所以你可以打成全文來使用 那打成全文的話呢 大概是三億 三十二億個 位員 三十二億拜子 我看 對 三十二億拜子 所以 一個愛衛員呢 相當於三億部的 四庫全書 所以各位想像到這個量到了什麼地步 那三億部的四庫全書 你知道這個 四庫全書可以算是 中華文化裡面的 這個精髓裡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當然並不代表整個中華文化 可是中華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假設說電腦已經可以處理到三億 三億部的四庫全書的量的話 那我們就要問說到底在歷史裡面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大數據 因為鄉型之下實在太小了 所以我們其實要問一個問題 歷史裡面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大數據 或者是說 到底這個對我們的思維到底有怎麼樣的改變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覺得說 你當這個資料量大到 你不能夠用傳統的方法去解讀 去分析 這就是大數據 所以雖然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歷史的量 遠遠的小過愛衛員 可是其實就已經是大數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資料 我們無法用傳統的方法能夠去解決 去處理 去研究的 所以面臨到這種方法的時候 我們其實需要一些思維的改變 那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張古地器 這古地器其實很有意思 這是台大人類學系藏的 這依蘭的古地器 看到其實內容很豐富 那以前的原住民 他們都會蓋手印 這手印其實看到的 其實有很多的資訊在裡面 很有意思 所以以前的人 以前的做研究 人的學家做研究 大概就是他看一張地器 他可以做一些研究 那假設說我們現在有十張 那你當然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研究 對不對 那假設說我現在有一百張 那一百張可能是 他來自於同一個村子 那當然也可以去做研究 這都沒有問題 那一千張的話 就比較困難對不對 那我說一萬張呢 那所以我們要問說 假設我現在有一萬張的古地器 那我們要問的問題其實是說 我到底可以做怎麼樣的研究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看一萬張古地器 他當然不可能是同一個地區來的 也不可能是同一個時間來的 他不會是同一個村子來的 代表說 你有一萬張古地器的話 你其實 他有很多很多土地之間的脈絡 同時存在 所以 那 你怎麼樣去發現這些脈絡 或者說怎麼樣去關注這些脈絡 其實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換句話來講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萬張古地器 我們其實要問說 我們到底要解讀什麼 就是說到底你看到的問題 或者說你面對的問題 是不是以前還是以前一樣的問題 其實已經不是了 換句話來講 其實我們有興趣要探討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萬張古地器 那它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是你一千張裡面看不出來的 一百張裡面看不出來的 意思就是說 一些新的問題會不會創造出來 會不會觀察出來 那些是以前並不存在 或者是說不能夠被發現的研究的問題 所以 什麼叫數位人文呢 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你當資料量大到 無法用傳統的方法去處理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用科技 所以用科技其實不是一個 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用它 因為不用它的話 你就沒辦法了 所以數位人文它其實強調說 說我們把這些大量的資訊 透過資訊科技的方法 這些數位資訊 透過資訊科技的方法 然後從事人文研究 所以它的目的還是求人文研究 而且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是你不透過這種手段 就不能夠做的研究 所以再往下 我們會用一些例子去看一下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在這邊也特別說一下 就是說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每天都在用所謂的收索引擎 對不對 那我們都會用嘛 什麼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就先去Google一下 對不對 那這代表說 我們其實已經很習慣的 在海量資料裡面撈東西 我們已經知道 怎麼樣子去從大數據裡面 找我們需要的東西 所以到底數位人文差別在什麼地方 那一個很大的差別在於說 我們不是在找東西罷了 我們是在找規律 OK 因為所謂研究其實它就是一種尋找規律 或者是說尋找什麼規律應該在不存在的 所以它的意義其實是這個 這也就是研究跟我們一般的找資料的不同 那我們先看一個小例子 這例子其實不小 很大 中國歷史上的天然災害 所以各位知道這是一個 當然不是一個小例子 可是我為什麼說它是小例子 因為它資料量其實還算好 那假設說我現在要去研究 中國歷史上的天然災害 你當然需要資料 對不對 那你資料去哪裡找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所謂的鎮史 鎮史各位都知道 我們有二十四史 如果加上新元史就是二十五史 很多鎮史裡面有一個叫五行治 五行治其實是它會記錄一些災害 跟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唐之前 他會比較用英國關係去形容這些災害 這些怪異的事 在送以後就比較用自然的方法來解釋他們 比較不講英國關係 很多事情其實很有趣的 在那邊也是顯化一下 其實在中國的歷史上 你常常會有看到記載 譬如說大量的鳥從天上掉下來死了 那通常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會說這是上天的一個徵兆 代表說你國家的治理出問題了 或者是皇帝有問題的 或者是政府有問題的 所以政府就要很警惕 我們現在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對不對 潛流感 你用現在的眼光來看 就是發生潛流感了 所以你要從天上掉下來死了 就這麼簡單 以前用五行的方法去解釋它 那我們就說那個是迷信 可是這不見得真的不好 為什麼 因為皇帝拿這些事情當作一個警惕 各位知道我意思嗎 他當作這個警惕 其實他覺得說這是一個上天的一個善 那事實上我們也知道發生潛流感 通常都是在你的衛生環境 在某一個環節出問題 所以這個 他其實這個 你用一些奇怪的怪力亂神的方法去解釋它 其實不見得對社會來講是不好的 不過anyway 我們其實有興趣的就是說 把五行制裡面的一些天然災害 就是把它記錄出來 所以這些意象我們沒有記 譬如說什麼牛 什麼怪獸出現 龍出現 這種我們就不去把它記錄下來 我們就做了一個資料庫 把裡面的天然災害 我們去做分析 發現它天然災害大概有14種 我們就把它們去找出來 另外皇帝有所謂的本祭 本祭是比較是用邊緣體的方式 就是說留一張式的祭 它裡面也會有天然災害 史祭是沒有五行制 那漢書就有了 所以從史祭到明史的話 大概有15部 有五行制或者是魏書的史林針制 那也是很像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大概就抽裡面 就可以抽出來這些 中國歷代發生的這些天然災害 所以大概是數萬筆 所以這個量其實人要來做 其實也很不容易 那把他們抽出來之後 那這個怎麼樣的 其實你需要做一些前置作業 可是現在都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25史全文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就去裡面找相關內容 這也不難做 然後有一些自動的方法 去把它時間標準出來 所以你當然需要知道 它是什麼地方發生 什麼時間發生 這都會寫了 所以你時間會知道 地點會知道 災難總類會知道 所以我們就可以建一個系統 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 就可以做一些分析 所以這其實很有趣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觀察 我們觀察很多了 不過大概各位看到這些災害 大概就是在 你去看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 大概就是在這些地方 大概就是漢人活動的地方 因為他要記載的就是這些 你可以去做一些觀察 這很有趣 譬如說 這個是北宋的時候的 應該是 我忘了是什麼水災的紀錄 這個是南宋的 各位可以看到 南宋的時候 當然南宋政府已經管不到北方 所以北方政府就沒有了 這個很正常 可是可以看到 在北宋的時候 其實南方的災害非常少 北宋的時候 南方也是歸宋朝這幅館 對不對 不是說 意思是南方不是後來才加進宋朝去的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北宋的時候 他的災害的 南方的紀錄就非常非常少 比這個南宋的時候少了很多 這代表什麼 是不是北宋的時候 南方就沒有災害 OK 再看這個 我們常常說天災人禍 對不對 這是唐代的 所以我們常說天災人禍 就是有天災 然後人家就逃難 就開始有人禍 這樣子 可是我們看唐代的東西 其實是有點相反的 越是盛世 開源 爭官 園河中心 越是盛世 他的災害就越多 天災災就越多 跟我們想像的相反 打仗的時候 天下大亂的時候 黃朝之亂 安審之亂 反而就沒有災害的紀錄少 這個跟我們的直觀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會問說為什麼 其實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因為那些正史裡的災害紀錄 是怎麼來的 因為正史都是下一個朝代的人寫 寫上一個朝代的事 他寫的方法就是把他能夠 因為中國傳統有一個紀錄東西的習慣 所以他就拿他能夠找得到的上一代 上一個朝代的資料把它們整理出來 那他的資料是怎麼來的呢 他的資料就是 很多資料都是官員去報告 所以我們這邊有災害了 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水災了 那所以呢 你什麼時候會去報告呢 天下大亂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報告 為什麼呢 因為逃命都來不及嘛 對不對 而且報告的紀錄也很容易被散失掉 換句話來講 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 天災跟人禍在這邊反映的 其實並不是反映 並不是說 這個 人禍的時候天災比較少 而是說 在人禍的時候 就比較難去做這些紀錄 所以他反映的是這個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把這個時間 這個災害紀錄的時間拉開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個紀錄最多的是元代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元代的紀錄會最多 是不是元代的災難最多 那讓各位要記住 我們現在講元代 我們想的是一個大帝國 可是不是 原始上紀錄的還是 還是這個 現在我們的 大概漢人居住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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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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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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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帝國 所以為什麼元元元元元代紀錄 紀錄會最多 那我我我我我我個人的的感覺 應該是 你知道我們我們現在講到元代 我們其實對他的印象是不太好的 因為因為那時候中國被 被被被被外族這個侵略 被滅掉 可是各位要知道 這個元代是一個非常非常怪的一個 這蒙古人是非常厲害的 蒙古人只有一百萬人 各位可以想想看 台北市有多少人 台北市差不多一百五十萬兩百萬 蒙古一共只有一百萬人 他一百萬人 他可以佔領那個時候 大家知道的世界佔領的三分之二 就一百萬人 我們說西方人吹牛 西方人就選擇講這個亞利三大 亞利三大從歐洲一直打到印度 然後他就死了 亞利三大一死 整個這個希臘的這個帝國就崩潰掉 就沒有了 他不是說我打到這邊之後 他雖然死了 我們就統治這些領土 沒有啊 他那個國家就沒有了 蒙古人一百萬人他征服世界 而且他統治了很多年 他在中國統治了九十年 就是元朝 他在印度北部沃爾汗帝國 那個統治幾百年 在俄國的金帳漢國也是幾百年 所以他靠一個一百萬人的 一個這麼小的一個民族 他這樣擴張開 然後可以統治這麼大的一片地方 統治幾百年 所以這個民族是很了不起的 意思是說他其實是有一個 非常非常有效的統治的方法 所以這個紀錄這個會有peak 並不代表說那時候 應該不代表說那個時候災難特別多 或者是說那時候的紀錄最完善 這其實很有趣 這意思是說我們現在把這些數據 你不要用這個一個朝代 或者是幾年很狹隘的去看 你把它真的拉開的時候 它其實很多的意義會浮現出來 所以我們看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很有意思 我們看證實有一個天然災害 人口越集中災害 天災發現的頻率就越高 然後金城附近發生頻率就越高 然後天災跟人活是無關的 我剛剛講的 這其實很有趣 各位知道在大陸兩三年前 有一個叫文川大地震 那在這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 如果文川大地震發生在明代的話 大概會怎麼樣 如果沒有官員死掉的話 大概就不會有報告了 就不講了嘛 因為講了以後官員說不定會被處分 然後政府也不會去有什麼捕咒措施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不要講 所以它這些現象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是跟我們直觀上來講是相反 所以從這個看起來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其實 正史裡面書寫的災害 它其實不是真的反映中國的天然災害 它反映的是一個歷史書寫 是歷史是怎麼樣寫的 而不是是怎麼樣發生的 這是兩件非常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像這個觀察其實一百多年前 梁啟燒就講過 他那時候說中國的二十四部正史是 二十四部的家譜 他的講法是很嚴厲的 當然就是說是不指這些事情 譬如說他會有一些 他除了本紀列戰之外還有這些字 那這些字當然就是 對於那個時代的一些典章制度等等 都會做一些介紹 可是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中國的歷史書寫其實 他不見得反映的是 那個時代真正的事情 所以我想下面我們就看一個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我們中心做的一個系統 叫做台灣歷史社會圖書館 我們簡稱叫做THDL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東西我們是怎麼樣做的 台灣研究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在政府簽台之前 沒有一個中央政府 那日治時代當然有總督府 可是總督府也不是中央 所以台灣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 保存檔案的單位 就沒有一個正式保存檔案的單位 所以我們要做台灣研究的話 其實第一手實料是很少的 為什麼 因為那些資料要不就是在日本 要不就是在中國 而且它是散佈在其他的資料裡面 所以研究台灣史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常常沒有這些資料 很麻煩 所以很多人要去花很多時間去找這些資料 那這個很重複 所以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吳明俠吳教授在做文件會的副主委的時候 他就來好談這個問題 然後說我們能不能夠用數位的方法 去看一下說能夠怎麼樣把台灣 第一手史料缺乏這個問題去做一些補救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其實只有做清代 因為日子史的東西太多 而且有一些語文的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做 所以我們主要是做清代 那台灣第一手的史料 它可能當然是來自於中央 對不對 可是中央的話就是說其實它的來源很多 那它的收成的地方也很多 譬如說在台灣的話就有最大的來源 就是一個是故宮 故宮有所謂的公中檔 那一個是中央委員有內閣大庫 就是那個時候的行政單位的檔案 那在北京的話有第一檔案館 所以這三個是比較大的地方 那其他還有一些 那在地方上其實散布的就很廣 到處都有一些 可是都不完整 所以那時候吳副主委他就做了兩個計畫 各位可以看到這已經是十幾年前了 那他就委託 我那時候是台灣主持館的館長 那他就委託我們的館去把這個所謂的 就去找這些有答案的地方 去把裡面跟台灣相關的都抽出來 所以我們就抽出來以後全文打字 所以我們就到處去收 收了 然後去收集 然後整理 然後就打了三萬多件 然後差不多八千萬字 然後文件會也委託現在的國資圖 那時候叫做國立台中圖書館 他們也是委託這個國中圖去把日本總督府裡面的 檔案裡面的那些古地契把他們去搜出來 然後也是一樣去打字 所以加起來差不多一萬九千件 這是地方的 所以後來的話出了一大套的書 那這位就是那時候的文件會的副主委吳密查 因為他那個書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後來我那時候代表台大我去跟文件會說 你們後來也沒有真正在使用 那就授權給我們用 我來建一個資料庫 可以用 所以文件會就說 好 就授權給我們 可是那個還是不完整 所以我就陸續往裡面加 所以我們後來又加了這個清代政府檔案 加了差不多八千件 主要就是《咒摺上癒》 這樣往裡面加 然後我又自己去找 當然找得超過兩萬件的古地契 所以我們把台大圖書館的這個擔心檔案 擔心檔案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檔案 待會我稍微提一下 然後也把他們都放進去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我們有一個資料庫 它裡面全部都是台灣相關的一手史料 我們那時候其實用的是一個 我叫做簡介藍裡編織菜的一個收集策略 我們就到處去搜 我們就不管他們 你搜到就往裡面放 我們也不管有沒有重複 什麼都不管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大量去搜 盡量把它收到一個全面性 時間的全面性跟空間的全面性 盡量去搜 至於說有沒有重複 什麼 以後再來看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策略 而且是一個最有效 最便宜的一個策略 因為你不用一直去檢查 其實那些檔案裡面有些什麼呢 就是說民進台灣行政檔案 它大概主要是清代 民代非常非常少 是那個時候的政府所產生的 跟台灣相關的檔案 大東當然是奏折跟上域 那些是很多的 那這些是以重建台灣史 而且是重建中央看台灣的歷史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據 可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台灣沒有一個地方在收這些資料 保存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要到處去找 那我們一共找過超過280個資料來源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非常辛苦 譬如說各種的檔案 譬如說宮中黨 悅者黨 這個是在故宮 軍機處檔案是一部分在故宮 大部分在北京 然後各種的提本 什麼造會 然後有一些私人的筆記 那有的方式裡面也會提到 寫居住也是一部分在台灣 一部分在大陸 那內閣大庫就是在中演員 所以我們找了超過280個地方去收 那我這是很謙虛啦 我說至少佔有台灣檔案 官方檔案台灣相關資料80% 其實應該不止啦 只是我說太多都會被罵 所以我說80% 應該有超過90% 所以其實是十分完整 這個資料集中 它其實蠻清楚的 代表的明星兩代 尤其是清代的 我就說清代其實佔了絕大部分 它其實代表清代的中央政府 對台灣的這個角度 然後擔心檔案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 因為中國因為一直有戰亂 有天災人活 譬如說水災之類的 所以中國的地方檔案其實被大部分都沒有了 被摧毀掉了 那淡天檔案是台灣北部的淡水線 跟新主廳的這個地方檔案 那在大陸的四川八線檔案出土之前 這個就是台灣整個大中華地區 唯一的一個地方層級的檔案 日本人發現這個 然後就代言輝教授把它做整理 然後就放在台大 所以基本上講就是說 你從這個代言黨裡面 你可以看到到底清代的地方行政 是怎麼一回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 那它的時期一百多年 可是基本上還講 以光緒時期最多 然後有一千多件 然後呢 七月文書的話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收的比較早 可是後來發現說 很多七月文書並不見得有那麼大的意義 因為一件七月文書 它的意義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以這個地氣為主 那各位看到 它也是我們找了超過一百七十個資料來源 這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們能夠找得到 我們就通通打了 打了放進去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它充分反映了台灣社會發展 我待會給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那個例子是完完全全在我們的期待之外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地氣 所以這個是說 一開始顯示說 這是它在什麼地方 就是它是什麼性質的地氣 這是把一塊山賣給一個人 然後它座落在什麼地方 那是因為什麼要賣 然後買方是誰 賣方是誰 然後還有證人 然後賣了多少錢等等 這一類的 然後時間 所以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 所以這個是它的來源的一部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實這個來源非常非常多 有的很少 像這個雙七箱子裡面只有六件 我們也是一樣 找到就把它抄進來 那有的就很多 像這個安安理大成文書書就好幾千件 所以基本上講說我們找到就打了 抱歉 出了一個字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知道 就是你有四萬張的地氣 到底它裡面會有什麼問題 那假設你手邊有一個具體的問題 它不見得能夠幫你去解決 可是有什麼問題是 你以前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的 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觀察 就你要透過什麼方法 能夠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用什麼技術 能夠在這件事情上面幫忙 所以我們要先處理它 所以我這個就很快跳過去 基本上要講就是 我們要把它打全文 這是最要緊的 打全文之後 然後我們需要把它的這個 人時地物要標出來 裡面有什麼人 他這個東西到底是要賣 是鍍賣器還是蒲根還是什麼器 然後地理位置要把它做好 然後氣書要分類等等這一類 所以這就是我們大概怎麼樣做的 這是一個氣書 我們就要去打 然後做這個詮釋資料 然後就把它這個 它的這個氣書是有誰賣 賣方是誰 買方是誰等等 要攏出來 這些東西其實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不是那麼難做 你一旦全文打好之後 這個並不困難 為什麼並不困難 因為這些地區其實都是很規律的 所以規律的東西電腦找就很容易 然後我們就去把它去做一些處理 這些就不管它們了 然後你其實都可以自動去抓了 買方賣方地號坐落四字 因為以前的那個 他都會寫這個 他形容這塊地他都用所謂四字 冬到哪裡 吸到哪裡 比如冬到一棵樹 一棵大樹 吸到誰的原子 南到河邊等等這一類 所以我們就收了這麼多東西 而且它三個文件 基本上要講它把中央地方 中央民間地方政府都cover了 這個是全世界都很少的 事實上這是全世界大概是唯一的一個 就是你能夠把你一個社會發展的各種層面 放在一個資料庫裡面 那我們下面的問題就在於說 你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OK 因為這很亂 各位用Google就知道 你現在下了檢索出來一大堆 然後一大堆的話怎麼辦 對不對 那需要知道裡面的脈絡 所以我們其實在思考的問題就是 怎麼樣子把資訊科技放到那個裡面去 那如果把資訊科技跟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創造出來 整個不同的歷史研究 所以我在這邊稍微提一下 這個各位很多先進在這裡 我在這邊講是班門弄腐步的 大家稍微提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學科學出身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習慣於找答案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寫程式 寫程式是怎麼回事 寫程式就是 你現在有一個input 有東西進去 它跑下去會有東西出來 對不對 那所謂科學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是誰問問題 是一樣的問題 你的答案通通是一樣的 這是科學對不對 就是你的這個 你整個過程是可以被複製的 那不管誰來做 它的答案通通是一樣的 可是歷史研究其實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因為歷史研究它其實不是在找答案 它是在找一個詮釋 所以你用同樣的資料 不同的人來問一樣的問題 它其實得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這代表說其實一個歷史研究者 他在研究東西的時候 他不只是用這個資料庫裡面的東西 他其實是用他自己的經驗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 一般來講 我們的這個 在科學研究裡面 我們其實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在人文研究裡面 其實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 這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設計我們的方法論的時候 其實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目的 不是在幫歷史學家找答案 或者應該說我不是給歷史學家答案 因為他不是要我們幫他找答案 而是我們要給他一個 我們要找這個資料之間的脈絡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我們來源非常非常多 所以那麼多來源 他資料裡面的脈絡 你怎麼樣去 有什麼脈絡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目的其實是要去 是要提供一個方法 能夠讓這些研究者 能夠看到東西之間的脈絡 而且能夠去觀察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要 我們所尋求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是我們的方法論 我要跳過去 最大的不同在於說 就是跟各位用的像Google 最大的不同在於說 我們假設文件時間是有關聯的 那各位用Google也都知道 你下一個檢索詞出來一萬筆 你就一個一個看 因為Google是假設 這些文件時間是沒有關聯的 那我們假設是有的 那既然有的話 我們就要找它的中間的關聯出來 給使用者 所以這是我們的系統 對 我們的系統全部是免費公開 所以歡迎各位使用 我們在這邊下一個檢索詞 所以各位看到 我們這個其實很熱鬧 那我們下一個檢索詞 十剛出來六十九筆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時間的分佈 這邊是一個地理的分佈 然後這邊是一些其他的後分類 譬如說年代的後分類 出術 作者 分類 地域等等的後分類 那這邊才是我們的這個 檢索出來的這個內容 所以我現在就給一些例子 所謂的觀察環境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看出來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我們把這個民進行政檔案 我也沒有下檢索 我把那四萬多筆就把它攤開 攤開 即使你對臺灣史完全不了解 你對臺灣完全不了解 你看這個大家知道說 在這幾年的時候 臺灣發生了大事情 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巔峰期 文件特別多 而且是中央的文件特別多 這代表說在這些年的時候 臺灣發生了大事情 果不其然 這個最高峰就是 臺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 應該說臺灣在被青少統治的時候 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林少文之亂 所以這是林少文之亂 然後下面就是中化戰爭 然後下面就是中日戰爭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些大的全部都是亂子 比如說這個第四高的話 是一個海盜叫蔡謙 那第五高的話 是另外一個海盜叫張炳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你看出來都是臺灣發生亂了 因為這是行政檔案 所以臺灣有事才會有這個出來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們能夠提供一個環境 讓你能夠去觀察這些史料 其實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看出很有趣的東西出來 其實你對這個 即使你對你的斗面不了解 這個是一個更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前面的例子 是看說臺灣有什麼大事發生 那我們下面一個例子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臺灣有一個事件 我不曉得各位有多少人知道 就是郭百年事件 各位聽過沒有 郭百年事件是在嘉慶年間 發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群漢人進入 那個時候漢人不准去的地方 叫做埔里 那個埔里漢人是不准進的 那埔里那時候其實有住人 他就是這個原住民 那時候住了兩群人 一個叫埔藩 一個叫梅藩 那埔藩比較溫和一點 那梅藩是比較兇悍一點 所以那時候因為漢人不准進 所以他們就偷偷的去 就是郭百年帶一些人偷偷去那邊 然後他現在就開始在那邊開墾 那開墾當然就起衝突 對不對 這個一定的 那在嘉慶年大 1811幾年 1811 15的樣子 那郭百年就做一個事情 他就弄了一個trick 然後就把那個 因為梅藩比較兇悍 他就把梅藩殺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那個 後來清道政府發現了這件事情 就把郭百年跟他的人就趕走了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呢 這件事情我覺得郭百年事件 是在台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可是各位都可能很少人聽過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句話 我說他在台灣歷史上 是很重要的事件之一 因為郭百年事件發生以後 因為郭百年被驅逐走了 那浦里的原住民被殺得差不多了 那剩下的那些郭百年事件就很擔心 他說 他想說這個 你看人以後又會再進來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就邀請 台灣的西部平原的平埔族 去那邊住 所以你從新竹那邊的道卡司族 就是現在新竹是以前叫竹縣社 那邊住的原住民叫道卡司 你從新竹的道卡司 然後再往下面苗栗台中 Babusa Passé 然後再往一直到彰化那邊 洪雅 阿里坤 西部平原的這些原住民 平埔族 當然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就搬到玻璃去了 所以 因為郭百年事件 對台灣的整個民族的地貌 做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所以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中央政府檔案裡面一件都沒有 我完全沒有提 這其實很有趣 那為什麼沒有提呢 這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沒有官員死 沒有官員死 然後這些事情後來又平掉了 所以你提幹嘛 沒有必要提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改變了 改變了台灣的整個民族的 組成的結構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說 在中國其實發生過一個事情 叫做胡廣田四川 這事情在中國也是很重要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人去過四川 去四川會發現有客家人 對不對 而且四川客家人的習俗很多 跟台灣的客家人很像 那是為什麼 照我們想 我們都會覺得應該是這個 因為台灣客家人就是從大陸移民過來 所以應該是說 那客家人本來在四川 然後就移移移過來 對不對 不是 四川的客家人是從廣東福建 這個現在客家人的地方移過去的 我想各位聽到這個覺得很驚訝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在明朝末年的時候 各位知道 那個在那時候天下大難 在四川 那個有一個 我現在換一下把它的名字忘忘掉 叫張什麼 他就在那邊大殺 那個 所以他那時候 明朝末年那個亂 四川的人幾乎都被殺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四川人 基本上都不是明朝 或者是明代以前的四川人 大概有關係的很少 所以那時候他就把四川的 四川的形容是十四九空 就是殺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到了這個 康熙的時候就說四川都沒有人 太危險了 因為其實四川不是沒有人 因為旁邊 江族 藏族 他會下來 所以清朝政府那時候就有一個政策 鼓勵兩湖跟兩廣的人搬到四川去 所以那個政策後來就被稱為胡廣田四川 那這個田字各位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強烈的一個字 田什麼叫田 他就是空的 所以你要去田 去把它填滿 所以郭百年世界基本上 他造成的影響 其實比胡廣田四川還更大 因為台灣就那麼小 所以他的scale當然沒有那麼大 他搬去埔里人當然沒有那麼多 可是他真的造成一個台灣西海岸的人口組成的改變 但是我就會講 這件事情在黨案裡面完完全全沒有 一件也沒有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跳過去好了 這就是你用地理來看 其實也是很有趣 就是在日本人在收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是很平均的 其實不是 在北部的這個 日本人收的北部地區 地區在北部比南部要多很多 所以這個你立刻可以看出來 這是跟台灣整個開發的順序是有關的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用的這個明星檔案裡面 用朱一貴去做檢索 這是朱一貴做關鍵詞 他得到的一個檔案的數量的分佈 那朱一貴事件各位知道嗎 那是清代的時候台灣的第一個比較大的亂 那各位可以想像到的 當然朱一貴事件就是在這個第一個高峰期 因為之前中央政府不可能知道朱一貴這個人 對不對 可是那過了70年又出來一個高峰 而且這高峰比這個前面高峰也不會低很多 那這很怪對不對 就是說你這個戰爭已經打完了 已經過了70年了 為什麼會忽然這樣子 朱一貴被提到這麼多 那理由是因為什麼呢 這段時間是什麼呢 這段時間其實就是李導文之段 所以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磁頻分析 這是我們裡面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看了那個東西之後 你就打開磁頻分析 所以打開之後你一按就好了 按磁頻分析他就會看出來說 原來朱一貴這245件裡面 林嫂文就出來88件 非常多 那其他我就不講了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就這樣不講 不過這個數字越高 代表說這個人跟朱一貴相關的就越高了 所以林嫂文長青雖然見數很多 可是這個數字不高 因為他不是那麼相關 可是藍廷徵跟世世彪這個就很高 因為他們的時候就是平定朱一貴事件 所以為什麼林嫂文的時代 林嫂文事件的時候會出那麼多呢 其實是因為林嫂文是乾隆五十幾年發生的 那時候其實清朝一開始很大義 你就說這是什麼事情 你就是打打就好了嗎 就平亂就好 結果就差點輸掉了 打不過 OK 所以那時候 乾隆就很驚訝 他想說這個小亂子怎麼會打不過呢 他就開始去想 他做了兩件事 他第一個開始去想說 因為他非常愛他的祖父 就是康熙 他就在想說到底康熙 到底我祖父那時候打朱一貴是怎麼樣打的 所以他一直在他的上誼裡面 他就一直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要去看一下當初朱一貴的事件 怎麼打的 所以他為什麼在林嫂文事件的時候 會提到那麼多註意櫃 是因為這個 因為他一直提到那個註意櫃 那他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派了福康安來 OK 那個 因為我不太看電視 所以我都不曉得 可是福康安好像在某一個劇裡面很紅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各位從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另外有一個工具 你可以做他們的頻率的比較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林嫂文事件 所以林嫂文事件打了一陣子以後 福康安就來了 所以福康安既然來了 跟他相關的文件就比較多 然後朱一貴事件 不是 抱歉 林嫂文事件一平靜的 林嫂文就 福康安就走了 因為福康安就是專門幫錢隆去平亂 所以福康安就離開台灣跑到西藏去了 因為西藏裡面出問題了 所以各位看得出來就是說 所以福康安在台灣扮演的角色 其實跟林嫂文是息息相關的 OK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這很有趣 我們另外有一個工具叫前後最遲 各位我想都用 Google 用很多 各位知道其實 Google 有的時候用作能力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不太曉得要下什麼檢索詞 OK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工具叫前後最遲 比如說 你可以說我要一個關鍵詞 然後前面有兩個字的 譬如說我要找叉叉將軍 所以你就給我所有的將軍跟他前面兩個字不同 跟他們的頻率 所以我們下面看一個例子 這例子很有趣 這是我們用這個銀子 金銀財寶的那個銀 當作檢索詞 然後用說前面給我兩個字 這是什麼什麼銀 因為我們好奇就是說 到底所謂的銀子在台灣的鼓勵器裡面 出現的頻率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你如果只打銀子 它會出現兩萬多件 兩萬六千多件 所以等於是說半個資料庫都給你了 所以實質沒有那個用處的 如果我們打XX銀 它會出現的是這個樣子 一開始就是英法銀 英法銀就是沒有銀子 那當然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賣地就是沒銀子 到了第四個就有趣 叫佛面銀 佛面銀出現在兩千四百八十八篇裡面 就很高了對不對 再往下什麼內佛銀 那也是出現兩千兩百四十八篇 然後什麼什麼駕佛銀也是很多 然後下面是什麼佛銀 所以各位看得出來佛銀非常非常多 下面龍銀 佛銀 六八銀 佛銀 各位看得出來這個 這很有趣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是佛銀 可是如果知道佛銀找得不完備 因為它有所謂佛面銀 佛頭銀等等這一類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這其實 就是那你就做一個統計 發現說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就是我們的地區資料庫裡面 因為它都是講土地買賣 佛面銀 佛銀 佛頭銀 番佛銀 佛藩銀 清水銀 其實六八銀也是 這些通通都是什麼銀 都是墨西哥銀 那出現一萬零九百五十五次 那中國銀是什麼銀呢 那龍銀 龍銀只出現八百多次 這非常非常怪的 那番銀出現八百 其實九次 這我待會兒會講 那番銀是什麼銀 其實也是墨西哥銀 可是這個我們分開一下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其實在十九世紀 至少十九世紀中半之後 在台灣你做這種土地交易 其他的我們先不講 土地交易它基本上來講 是用墨西哥銀 墨西哥銀是做這種交易大中的 就是這個 currency 這其實各位會不會覺得很驚訝 我是很驚訝 那我就去問一個台灣其實非常有名的 一個經濟史的學者 我就問他說 我說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說好像台灣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墨西哥銀是很重要的流通的貨幣 他就嚇一跳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是這個專家 他當然知道 他說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的資料庫裡面我檢索了就知道 他說對啊 他說的確是如此 他說我花了好幾年才觀察到這件事情 我說我花兩分鐘 所以這並不代表說我看的東西是對的 因為我的資料庫裡面的東西是有限的 可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你可以做一些觀察 一些有趣的觀察 其實那個觀察是你很難去看到的 你不用這種大量資料 很難去看到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這張圖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 這張圖在台大廚紙館也有收藏 這是達悟族 達悟族的這個帽子 各位如果有時間可以去台大的 有一個人類學博物館非常非常棒 因為很小的博物館 而且是免費 各位歡迎去看 去參觀 那個裡面就有一個這個帽子 這不是打仗的帽子 這應該是典禮儀式的帽子 這個就是銀子做的 所以應該是墨西哥銀子做的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你可以做 我們如果是有一個好的方法 讓我們做這些觀察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做很好的觀察 可是我們不太能夠下結論 OK 我們只提供一個環境 讓你可以去做觀察 它的詮釋其實要靠專家去做 我們只是讓你看到吧 可是你有一個好的資訊工具 就可以讓這些觀察可以很快的做 我們剛剛看前面有一個東西叫藩營 這個藩營有八百多件 我那時候就好奇想說 到底藩營是什麼時候用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 其實藩營其實 基本上就是佛營 可是你看它有八百多件是用藩營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各種 在幾個資料庫裡面去看一下 譬如說藩營它的分佈是這樣子 所以都用得很少 在這邊光緒14年15年 忽然一下有一個高峰藩營會出來 我也想說到底是為什麼 那我們去看一下說 我們剛剛的後分類裡面 它也可以跟你說 你到底這個 你看到這幾件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看說裡面絕大部分是所謂的帳單 那帳單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其實在清代在流行船的時候 他嘗試著去把台灣土地做一個整理 那我們現在通常都以為 這個土地的整理是日本人來才做 其實不是 德國軍事實上已經試過 他沒有做得很成功 那他沒有做得很成功 其實有一個原因 是跟我剛剛那個講的翻譯是有關的 那這個是一個帳單 我們有收了一個帳單 那我們會把它們通通都打 所以翻譯出現在這個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出現在什麼地方 看不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有全文 所以你可以去看 所以就可以看出來 原來翻譯沒有出現在這個 這個政策帳單裡面 他出現在旁邊的一個小地方 可以看到這個是帳單 可是那時候的政府 其實是地方政府 他為了給這個帳單的時候 他收了歸費 所以他的翻譯其實就是在這邊 事實上因為這個收歸費 讓這個 劉銀权的丈量這件事情失敗 因為地方的反彈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就是他的翻譯戰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發現很有趣的事 就是說他為什麼翻譯會出現這麼多 因為這是政府的政府用語 我剛才發現說 你其實用翻譯跟佛譯去兩個地方去看 就會發現說在民進黨案裡面的 基本上講到外國營子都是用翻譯 他不用佛譯 佛譯非常非常少 那佛譯為什麼還是會出現呢 因為他裡面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像供詞 就是我們在行政黨案裡面 有時候他抓了犯人 犯人就要給口供 他就說那誰來找我去 他給我多少錢 他就用佛譯 所以民進黨案裡面基本上來講 他用到的佛譯通通都是 其實這是民間的用法 他的政事全部都是用翻譯 可是民間並沒有翻譯 民間全部是用佛譯 那這是其實蠻有趣的 可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譬如說 奏哲上語裡面有所謂的引用關係 因為皇帝跟臣子之間 他會有一些公文的往來 那現在我們是用一個號碼對不對 說我現在來一個公文 我說這個公文是因為 譬如說臣子給皇帝說 我給你這個公文是因為你交代我的什麼事情 你要怎麼樣讓他知道說你交代哪一件事 你就用佛譯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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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上瑜也會引咒哲 譬如說皇帝給個上瑜 他會說我現在給你這個上瑜 是因為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他會引一下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引用 咒哲上瑜可能有一個引用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資訊的方法去找 把他這個引用關係找出來 這人作也不太可能 反正我的一個學生作 他就找到了這個 咒哲引用上瑜大概有8000筆 上瑜引用咒哲大概差不多2000筆 這找的一定不完全 可是至少找到一些 譬如說這個就是一份亭記 他用了三個咒哲 這個亭記又被了六個咒哲引用 就有一個圖 這種引用的關係圖 那你既然有兩個時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把他們連起來 對不對 那可以連得非常大 譬如說我們找到一個最大的一個是153件 意思是說你有153個咒哲上瑜之間在那邊引用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例子 這其實例子不大 它是一個小例子 可是各位看得出來 這五件紅框的 它是出自於光緒朝的悅者黨 但是他們其實透過這些其他的 看出來他們之間有關係 各位看得出來 意思就是說 你即使你在看光緒朝悅者黨 你不太可能會知道他們之間其實是相關的 因為他中間跟他相關的 皺折並沒有被收 可是透過這種資訊方法 你可以把他們串起來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 所有比較大的都跟林桑的事件有關 像這個的話是因為長青的時候打不過 所以他就開始就說 這個林桑人多厲害 然後我打不過不是因為我不行 是因為某某某叫他發兵 他不肯發 是在告狀 然後別人也在告他的狀 然後大家就告過來告過去 可是引的都是同樣的商譽 等等這一類 所以各位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Graph 那這個的話 其實你真的要人去 在浩瀚的文件裡面找 其實是不太容易了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大的 所以都是一些這種大的事件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一個群台玉石 因為台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直有一個所謂的群台玉石 所以他們討論這個群台玉石到底要不要廢 因為討論了一百年 討論一百年 所以這個很有趣 為什麼 因為你透過這個 這個 奏折的善於引用關係 你實在是真的可以發現說 他們在討論這件事要討論一百年 雖然討論的 劍數不多 只有二十八劍 可是每隔幾年就會被提出來一次 那這種也是一樣 以不用資訊的方法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我下面再給一個例子 我們就結束 這點我為什麼要講 因為這點實在太有趣了 因為我們把日子時代的法院檔案 也做了一個資料庫 這是我們跟法學院的王太生教授 一起做的 他那時候是用一個 等於是搶救的方式 我們去找 我們找到台北、新竹、台中、嘉義 四個法院的檔案 很可惜台南沒有找到 因為台南檔案會很豐富 可是沒有 所以那個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找到了五千多冊 量非常大 所以裡面有兩百多萬張 然後二十幾案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資料庫 然後我那時候叫我一個學生 給一個例子 我叫一個助理給了例子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 他就用離婚 不曉得他家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他用離婚 結果這非常非常有趣 各位看 這也是我們的系統 長樣子 我們這就是所謂的後分類 所以各位看 1905年的時候 這時候日本人在台灣的法院正式成立 過了15年就開始進入高峰期 大概每年都會有一百多件 要離婚 各位猜猜看 你看這個離婚的是男的告女的離婚多 還是女的告男的離婚多 當然是女的 女的告男的離婚 絕大部分 85%是台灣女性要離婚 告男性離婚 這是非常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清代的時候 女性是沒有資格而離婚的 所以台灣女人非常厲害 她一進入現代法律程序之後 才過了十幾年 她就知道怎麼樣用現代的法律 去幫自己爭這個 當然這些告的 還是以都會的女性為多 因為在鄉下 你就忍氣吞聲也就算了 所以85% 事實上85%是女性告男性 那你怎麼樣去算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邊有原告被告 又分號分開 那時候女性大概都是 有一個式字 衛章式嬌媚 這是原告 被告是衛阿翰 所以你就把它統計下去就好 其實很容易 85%是女性告男性 這代表說還有15%是男性告女性 可是你知道日本人剛剛來的時候 他們還是用救罐 意思就是說男性要離婚 他也寫個修書就好 所以為什麼那15%的男性 還要去告他們太太離婚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 所以我其實要講的就是說 有一個這種系統 你其實可以很快的去觀察一些現象出來 這種現象 如果是用像Google這種系統 你可以檢索得到 可是因為他不會去想辦法幫你找關聯 所以他不會讓你能夠去做這種觀察 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們後來是因為怕這個有漏掉 所以我們就用另外一個字 我想各位都知道 在台語裡面離婚其實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離婚 一個是離緣對不對 我們就用這個 也用離緣去試試看 我們用離緣發現說 在日本的法律用語裡面 離婚跟離緣是不一樣的 離婚是 丈夫跟太太之間叫做離婚 你如果是妾 他要離婚的話 他不能夠打離婚官司 他要打離緣 所以離緣其實找到很多了 譬如說離緣的話 他其實是一個親屬關係的種子 至少在日本的法律的 這個特務裡面是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 有人要跟他的養子 或者是養女脫離收養關係 那就要打離緣 或者是妾要跟她的丈夫離婚 那也是打離緣 所以這個意義不同 所以文了幾個例子 大家可以給各位看看 我們在做的一些東西 我們其實做很多的 我們的中興2007年成立 我們其實一直在做這個 在發展所有人文相關的 那10年前沒有什麼人理我們 現在所有人文變成一個 國際上的一個顯學 所以台灣其實在這方面做的蠻多的 我們一開始是以台灣史料為主 我後來因為個人興趣 我們也開始做 做中國的古典文獻 所以我們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做了 做了三十幾個大型的資料庫 也發展了各種的技術 而且很多是跟人家合作 因為我們自己不太可能會做這麼多 這麼多東西 包括國內的 還有國外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網址 所以各位歡迎去用 那有一些需要帳號 可是帳號各位申請就好 我們一定立刻就會給 那需要帳號是因為 有一些個人的工具可以使用 所以有帳號會比較好 那有一些 這個綠的就可以立刻使用 那有紅的是需要帳號 那有一些帳號會比較稍微複雜 像日子發言檔案 那個就要比較正式的申請 因為 因為那個 他的敏感度比較高 然後 我們要特別 你要同意說 你不用我們的資料庫裡的東西 去打官司 因為很多是以前的案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你說 這個證明說這塊地是我的 是我的祖父或者是真祖父的 拿那個去打官司 那我們很怕有這種事情會發生 所以電動的事情就比較稍微有限制一點 所以下一個其實不是算結論的結論 那在我們這時代其實各位都知道 其實網路東西很多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歷史研究 那可是在這時代因為東西太多 所以我們其實要強調他的工具其實變得很重要 意思就是說沒有這些工具 其實沒有一個好的工具 其實這些東西用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所以他能夠讓我們幹嘛 他可以讓我們去 有這些工具的時候 他可以讓我們去看到一些 我們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一個不同的角度 那透過這種鳥看 我們可以看出來一些不一樣的問題 但是需要很小心 就是我剛剛前面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說歷史研究不是一個 這個YES NO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這些史料可以使用 其實我們在使用上 其實就要更加的小心 因為下結論變得更容易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就要更小心的詮釋他們了 非常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各位給我這個人 謝謝大家 我今天聽了 這個大家所提到 數位人文參考之類的 我像我們也受理兩國 因為未來就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 大數據的時代 我們什麼時間讓你們有 都要透过大数据来做 对我们来讲才有帮助 这也算是个性 刚刚相当作这边记到 那是一个显学 现在 相当作是从台湾历史 这个词迁入 台湾大学已经有这方面的 台湾历史博物馆里面 特别以这个作为主导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童像教授 他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 他也可以说游学世界 我想我们受益量多了 那另外 我想我们最后 是所谓的双向互动 那我们台湾历史 因为一大的方式 请您举一个手 来一下相交所请教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边请 我请教一个问题 是 原来我们在学生时代 Base Zero Code DPMMS Base Management System 那现在呢 有一个DK data 那现在呢 刚刚一开始讲 Exal VICE 以前我讲VICE 它的位元 最小的 现在到那么大 一个到Infinity 那以相要做的这个专业 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 大家看呢 今天所谈的是两个Case 一个呢 是讲到DHBL 是讲一个Historic 讲历史 另外一个呢 就讲到CCCRA 那我想说 因为这本身 是一个要学院的Program Design 要层次设计 这Program是怎么写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请教 第二个 它Application 在Science 在科学上面 因为今天所讲的 都是用到历史上面 土地买卖等等 有没有用在科学上面的 一个Big Data 它用的是比较可行的 那这里头讲到这个Metadata 那这个东西呢 是如何去用它 这两个问题 请教 就教 那个 我们做的 怎么样 讲 大数据实际上 用得非常广 那它在科学上面的用途 当然很大 譬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这个 各位都用 我每天用手机看这个气象 气象都非常非常准 比以前要准很多 那为什么气象会这么准呢 其实就是因为有大数据 那 所以其实 大数据在科学上面的用处 其实已经用了很多了 在我们生活里面不知不觉 我们其实都会用到一些大数据的成果 那 我今天讲的 今天做的报告 其实在人文领域里面 用大数据其实是一个新的事情 在人文研究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现象 那 所以 在科学上应用已经很广 我想 让各位 各位都 各位都知道 所以各位其实都 在不知不觉中都会受影响 比如说商业影响是更大 各位 各位看 你现在如果开一个手机 打开一个APP 那有的APP它会有广告塞进来 对不对 你看手机打开 它下面会一个小广告进来 那广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奇怪 说 它为什么 它打开广告跟我的不一样 对不对 那那个其实就是透过大数据的应用 它其实会渐渐去猜你的年纪 你的喜好 而且有时候非常准 它会猜整理 所以这种应用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 可是人文上面的应用呢 其实我刚才讲 其实是才开始的 人文研究上面应用才开始 就是 那我们跟一般的资料库 一个很大的不同 在于说 我们其实是 主要处理的是文本 而不是数据 而不是数字 那文本跟数字 其实差别很大 因为人文研究都是文本 那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meta data的问题 什么叫meta data 就是我们所谓诠释资料 譬如说我这个麦克风 那这个麦克风是我的资料 是我的这个物件 那所谓它的meta data 它的后色资料是什么 就是我说 我去形容这个麦克风 它是黑色的 它的长度是多少 它的材质是什么 那它是在什么地方做的 那它的用处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些是它的meta data OK 那meta data为什么很重要 你譬如说 我们譬如说看影像好了 影像检索 现在做得很好 以前是做得很不好 那你怎么样去解锁影像呢 你就只好用这些对于影像的形容 OK 所以meta data的这种影像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透过对东西的形容 让我们比较好的去掌握它的东西 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因为你刚刚教授一开始 太多名语讲了 他是从大量的资讯中 寻找一个规律 对 那我现在 big data 大数据 它的definition是这样的 那现在所研究出来的 它我们以前所用的data base 只要过管理系统 也是一个macro很大的东西 对 那如何从这里面去search 刚刚也讲到 用Google的方式 给它keyword 它也找出来了 那它中间的关联性 relationship 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像Google这种系统 让你能够找到 可是它不会跟你关联 对不对 你现在去Google打 打一个字 它会给你一万笔 它不会跟你说 这一万笔之下 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刚刚给各位的一些例子 我希望各位能够大概看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你下一个解锁词之后 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要让你能够去观察到 你所得到的这些检索结果之间有什么关系 譬如说它的时间分布是什么 譬如说它的地理分布是什么 譬如说这些资料中间 它出现什么词 出现什么人物 那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帮助学者去 对它所掌握到的资料 做更好的观察 那这些是以前资料库不能做的 那也是Google不能做的 那它为什么不能做 因为Google的目的不同 各位可以看出来 我们对于资料你要处理过的 那Google的那个资料量这么大 它不可能做这些处理 所以我不是说它的不好 只是说它的目的不一样 谢谢 我想我们从刚刚 肖教授的演讲里面 数位人文 它以台湾大学图书馆 它以台湾史 所以今天的演讲的内容是数位人文吧 但是可以衍生出去 那我们这是外行人 那我今天受益量度的地方就是 像周图告诉我们 那个资料库是非常重要 资料库是非常重要 好 下面 好的 那你赵先生您先来问 这边赵先生的演讲 这个大数据 我认为是有很多的案件 然后形成大数据 但是那个大数据它们里面 你刚刚跟那个德国企讲的 它有正反面的作品 那这个社会发展的现象 它是从什么地方来 从什么地方去 因为要查到大数据里面的资料 它都是有背景的 它有欲望的 它有它的想象的 它想 想会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做一番作为 但事实上这个库具做出来以后 这个你们 当初你们在延迷市的问题 有没有考虑到 我们这个 你想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都是优质的 可是呢 事实上发生以后 就会变成厉害 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个问题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 什么东西都会被误用 我个人认为是说 你让越多的人 接触到越多的资料 我相信人可以自己做判断 我不看电视 我不看报纸 这是我个人的 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些包装过的东西 你有这些史料 让大家都可以看 我觉得 我希望 我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透过这些东西 做他自己的判断 有没有人会拿这些东西去 去恶意的做一些诠释 我想这个一定有 可是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 因为他有恶意要去做某些事情 他有资料也会去做 他没有资料也会去创造出来 可是你让这些资料 让更多的人看到 其实让大家自己做判断 说不定他造成负面的影响会比较小 我的想法 说不定太单纯了 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这样认为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 像国使馆长 吴蜜昭 吴蜜昭 但是这些完全在撕裂国家 国家里面社会和谍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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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断 他完全把它产 由这个质变里面产生了量变 让国使馆变质了 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结果它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状况是非常危险的 就好像我们这国家的政府一样 原来它有很好的政纲 慢慢地再慢慢地被很多物识 我们讲说物识 但是是恶极 他取了慈变 慈变以后老百姓 看他好像是 但实际上不是 当他在没有慈变以前 他说这个是不是 等他慈变以后 他就变是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种社会的和谐 马上就变实力了 就好像我找到 黄金平往院长讲的 他讲了很多好内容 非常好 但是他里面的内容 你要详细研究 相对的意见一产现用 你会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是 是不是 谢谢 我想稍微回应一下 国使馆的东西 国使馆现在有一个资料库 在网络上面可以使用 国使馆的资料库里面 它其实并没有偏颇 只放台湾的东西 我们的国使馆系统 其实现在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从一个史料的 史料档案的系统来讲 其实全世界最好的 为什么最好 我讲给您听 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文件都有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说 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全部是公开的 没有的 对不对 这合理 台湾也是一样 那你即使是去美国档案馆 你都会发现说 你现在下一个检手时 你可能找不到 可是你找不到 你不知道它是因为没有 还是因为 它本来是没有 它本来就没有 还是因为它藏起来 因为是密 它不给你看 你是不知道的 OK 我们档事馆现在新的系统 它是怎么样做呢 它是把所有的档案 全部都放在上面 有些你不能看 因为它是有密 你说这个应该不应该密 这是见仁见智 这我们先不讲它了 可是它 你可以检索到你看不到 所以你至少知道说 它有东西 我只是现在看不到罢了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全世界只有台湾的国子馆 才有这样系统的设计 所以我一直是说 你知道 其他地方我们现在先不讲 我自己是学电脑 所以我就纯粹用一个 系统的角度去看问题 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说 东西 我的看法也许太天真 可是我还是觉得 人是有分辨的能力的 你知道 这个 刘雨昭 像我特别提到 台湾历史跟 历史所谓的 这个台湾历史 中国历史 或者是世界史 它还是有区格性的 我的意思 所以变成说 因为每个人都在定位 那可能以台湾 或者以台湾大学 服务管 他们可能比较偏重于所谓 台湾历史的这个部分 比较偏重于 对 这是有原因的 我知道我找得到 你知道 不是 因为是争取军事费的问题 你国家政策 没有同意去研究 没有去分类 是不是 然后你把负变作用 你也把它挖进来 然后给预算 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您这个研究一样 你也是要争取预算 来做研究 这是很这样 我们面对历史开创未来 请各个各地 你看我们世界史 我们都在谈 亚洲史 印度史 很多世界上 不用我们办公宜讲座 我们是全面性的 各位可以看到 另外我们基金会的 网页已经重新设立了 我请我们的陶顾问 把我们105年 1月到108年12月 我们所有的讲题都在上面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我们不是光是 那我一直觉得遗憾的 我们并没有 有人来谈台湾历史 我一直觉得 现在倒有一滩台湾历史 我不按各位说 因为我们全世界都在 这点我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家也跟你讲 这台湾历史 你没有看到别人在谈 但是很多人都在谈 只是我们不知道 你没有去体验 因为我去体验过 别人都是在谈台湾历史这部分 因为我体验 所以我才会讲这东西 我没有体验过 我不会讲别的问题 谢谢 对 你其实讲得很好 你基本上 你国家的理想来讲 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嘛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中国啊 其实我们 我们守护历史 有很清楚嘛 为什么 中华民国 大陆也说我们的领土啊 这个很简单嘛 这个很多人把这个 它又忽略掉了 我们很客观讲 很客观讲 所以我们请各个 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来谈 各个领域里面的专家 所以各位您上网站看 我们已经办到108年的12月 每一个主题都在谈啦 好不好 那下面一位来 请您发言 我想刚才几位的发言 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史料的真伪 你研究的史料Data 那个原始的资料究竟是真的还是有点参加到这个个人的问题 这个最重要 因为你后续的研究 如果所根据的这个资料有问题的话 你做出来的研究 无法取信你世人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各位赞成嘛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研究的方法根据原始资料然后推演出来 它的研究方法要很正确 你不能有所偏颇 故意导引到某一个方向 那这个做出来的结论也没有参考恰值 万一你这些发表的资料 对世界的这个这个专家来鉴定说台湾的资料有问题 那你这整个database整个推翻掉了 所以这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第一个第一步要鉴定史料的真伪 假设有点对史料真伪有存疑的时候 这个资料不能引用 应该从资料库里面剔除掉 这就是第一点很重要 否则你说我继续演他两三代以后 这个人没有人相信你 所以第一个我第一个强调的 史料的真伪要纳入资料库之前谁来鉴定 谁说这个资料是真的 像刚才秀的那几个那个定的合约 这个究竟是假资料是真的呢 万一人来说这个是人造的 这根本不真实啊 那后续的研究等于基隆 没有用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 第一个史料真伪 这个研究方法要不能偏捧 不能怀有某种目的 导引到某种方向去 那这个史料也没有用 第三个要用就是说要定期公布 你原始资料纳入这些 经过专家鉴定可以把它有系统的编码下来 这个史料就不能推翻了 这个将来继续任何人可以引用 没有问题 这是一步一步的确认 否则大量不真实的资料 所演绎出来的话无法取信 这是个人的意见在这里 谢谢 非常好 我同意 我们的史料 基本上来讲应该经得起验证 对 因为使用的人很多 我想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历史 历史有很多的方式 还有就是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 各位不要忽略 口述历史 你看我现在听了很多的广播节目 对我来讲 很多他 你是当事人嘛 他还给你请教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认识很多的朋友 他绝对不要让他的小孩子看电视 也不要 刚才我们小时候讲 他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 因为他是一个历史专家学者 他觉得我们现在看电视上 那些名嘴 那可能不管你是胜利或者胜难 那你这些来源是不是正确 他都是自己 很多都是自己编的 刚刚那位 另一位讲得非常好 那你讲的这些事 是有没有经过考证的 我想今天 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了 那下面还有什么 来 请 请问一下今天主讲的教授 所以你所强调就是说是台大在研究政治 中国或者是说西方的历史 那请问一下又不是说要如何的来知道 还有就是说来知道就是说还有分析 你们这种所谓这个学院 不是由所谓的这个台湾的政治研究机构 所谓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思学所做出来的 那么请问一下这个主讲教授 所以你们所这个大数据的精髓 他就说会不会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这个来进入你们的这个网站 网页的话 那么之后那么会就说在一年或者五年后 而成为所谓的这种史学的泡沫 那么请演讲教授来做个解答 谢谢 我不太了解你的问题 第一点我们做的东西其实 你从资料库本身来讲 我觉得我们的史料也好 我们的方法也好 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可是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 我讲一件比较各位不同意的话 我不觉得一个史学家 他其实是来找 一个史学家 我不觉得一个史学家 他的 你给他期待的是他给你所谓历史的真相 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他自己的偏见 没有一个人没有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史料 我意思是说什么是历史材料 我请问你昨天早饭吃的是什么 你记得吗 你不一定会记得 对不对 那也是史料 可是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那不是很relevant的史料 可是它也是历史的材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材料是不可能是完整的 人是不可能是没有偏见的 没有自己的看法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够期待一个历史学家 给我们所谓客观公正的历史诠释 OK 我们只能够期望他给我们一个诠释 但是这个诠释是可以被辩论的 是可以被挑战的 是可以被检讨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是少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就是 我们看到电视上什么 我们就以为他那是真相 可是就是不是啊 所以五年以后它会不会变成泡沫 我不晓得 说不定有人做的史料超过我们很多倍 我们这东西就没人用了 这不是不可能 可是这个代表说它是一个进步嘛 真的啊 这代表说是一个进步嘛 你知道我们这个资料库 因为我们资料库写的文章 已经好几百篇了 它各种角度都有啊 你知道 就是说你如果是用很绿的角度来看历史 你也用这个资料库 你用很蓝的角度看历史 你也是用这个资料库 这资料库本身是没有蓝绿的问题嘛 那可是我强调就是说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自己的偏见的 我也有啊 OK 那可是我相信你提供越多的史料 让越多的人能够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观察 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这不是啊 这个历史啊 在中国古城的时候 它是有官吏的和涉死官的 现在啊 这个鸟不生蛋 寄不拉死的事情 它都变成历史了 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你这个历史写出来 一定要让人家很有遵循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基础 那你这些随便拉根 随便写一个东西就是历史 那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离历史的东西 一定要先把它把它定义出来 把它先承讯出来 那是什么基础 什么政策 然后这个优先 优劣的顺序安排出来 然后选择把优的 我们去推动 劣的把它淘汰掉 这才是正确的 谢谢 好 那我想我已经讲了 我们基础会的网站已经重新设立了 我们也把105年的1月到108年的12月 所有的奖金都列在上面 我们这个系列叫面对历史开创未来 面对历史开创未来 我们什么问题都在谈 那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北人最推荐给我们的 所以我认为是国内最受到大家推同分分禁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台大回去变党推荐我们六位 我们全部都采用啊 我们都引用啊 推荐给我们的不分蓝绿 那其中一位已经在做民进党的那些政府的部长 我们照样请啊 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分蓝绿嘛 那你要怎么讲我们都欢迎 因为这些人都是在谈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分蓝绿的啊 好不好 我们再次感谢向教授百方之中的 立刻的新闻和演讲 现在给大家讲